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巴拉托 跟大家分享2021年第46個星期美加經濟數據 首先,加拿大出了10月的通膨數字 按年在9月時升4.4% 但10月時繼續升溫4.7% 當中的能源價格升了25.5% 如果你入油的話,你都感受到升幅有幾次熱 只是計算汽油上升41.7% 至於食物,星期五時跟大家分享過 基本上升3.8% 不過如果是肉食人士,牛肉升14% 即是火腿和煙肉升至20% 住屋方面,隨著屋價上升 Shelter的消費物價也是上升4.8% 如果按月計算,便會上升0.5% 其中文娛和教育便要上學 再加上,封鎖後本地消費 於是有很多文娛活動也會上升1.8% 交通上升1.8% 加上汽油價格也會影響到 然後Shelter 過去幾個月都是輕微下跌 隨著屋交易量下跌時 但10月上升0.7% 按月計算上升0.6% 過去三個月都是持續上升的 估計在未來幾個月繼續上升得更厲害 仍然都是那幾個 其中文娛活動也會加上消費者的剛性需求 都仍然是強勁的 都會令到通脹持續高企 很多擴產資源類的價錢都仍然是很貴 另外短期來說 B.C.省的豪雨非常厲害 令到供應鏈更加緊絕 很多朋友都開始在超級市場儲量 各方面 這些都會影響短期通常 都會持續高高 然後加拿大也出了9月 9月的零售銷售數字 按月來說 由8月2.1%的上升 去到0.6%的下跌 雖然去到10月的時候 加拿大統計局估計回升1% 最主要來說 就是汽車 汽車和零部件 都有1.6%的下跌 雖然汽油上升0.2% 但如果剔除了價格上的波動 只計算Valium 汽油其實都是下跌0.7% Summer完結了 所以人們出出入入開車的機會率 亦是小了 如果剔除了 自動零售數字 由8月2.8%到9月下跌0.3% 由上升變回下跌 當中的COVID和Accessory 即是衣服或飾物等各方面 Accessory其實有很多 但無論如何下跌最多 5.9% 自從鎖下降以來 板塊是升得比較多 現在有回落 另外 可能因為 供應鏈的影響 所以 Electric和Appliance 都是下跌0.7% 至於Health和Personal Care 那方面 就是下跌0.5% 不是全部東西都下跌 食物和飲食物和飲食店 即是那些店舖上升1.3% 至於這個家司店 都有1.3%的上升 其實如果這樣橫觀看 都是一個輕微下跌 不過 其實 比較重創少少 就是這個安省 即是4.4%的零售數字的下跌 如果整個加拿大剔除了安省的話 其實 那個retail sales 就有1.7%按月的上升 都算是不錯的 接著就是online sales 都有5.1%的上升 雖然 按年 只是未升1.8% 因為自從這個pandemic之後 online sales 的銷行都是非常刺激的 所以 上年比較今年來說 就不算升得很厲害 但對比起pandemic之前 升幅其實都有66%高 這裡看到通脹 雖然會持續高企 但零售數字似乎 有一種禁地遊水的情況出現 加拿大央行未來的加息會怎樣呢 純粹是出口術 以至到去cool down 人對通脹的預期 雖然我們預算是會升的 當預算升的時候 你就買東西 買東西的時候 就製造了一個剛性的需求 然後廠商各方面 就可以坐地起價 因為你是不是都會買 當你真的看到 真的這樣通脹 之後你又會再早些買多些 因爲等到下年 就像我買單車一樣 貨幣也未有 但是你知道 下年可能再加的時候 今年就算貴 你都照賣 那些壞東西 即是 Self Fulfill Prophecy 就會令到通脹 繼續去推高 Demand繼續有 但Supply Chain 又未見得 有改善 那些壞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的央行 當他來出口術 就說他 未來怎樣出辣椒 加息 來控制預期 令到最後未必能夠 改善到的通脹 但至少不會去到一個 高而有高 去到失控的地方 給派定心軟的感覺 那這些會不會臭效呢 同一時間 他又要顧及 就是那個 整個 整個宏觀的經濟 而宏觀經濟 可以 depend on 很多東西 整個世界的局勢 出入考 或者是 跟不同的國家 例如我們隔離的強國 或者是 比岸的強國 他們的政策 對加拿大的 看法 各方面 會不會左右到呢 另外就是 技術上的 改善 當然這個 改善可能是 未來十年的事情 未必是一年半載 可以 有一個特別的革新 過去 二十年 其中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為何通脹這麼低 而這個 純粹是因為 聯儲局 或者加拿大央行 有 發佈 當年 格林斯潘 又或者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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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白南克 其中幾個 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 成為世界工廠 質素 可能是 殘疹 但的確 令到 很多東西 都維持一個 很便宜的 水平 第二 當然也是 技術 很多 Amazon 阿里巴巴 這些 Online store 的興起 亦都 能夠令到 那個 價錢 繼續更加便宜 還有 那個 技術 也可以說 Inventory 管理 現在開始 有些攬炒的跡象 這是另一回事 這樣 即是 未來 可不可以 有一個 革新 最近 聽 KT Wood 方舟基金 說到 這個 技術的因素 再加上 中國 可能 消費 未來 會有阻滯 可能 會令到 Investion 還會跌 我自己暫時 會創造一個 問號 長期可能是 的 但短期來說 未來一年 都未必是 你 十年之後 真的 你 說完 這個 也是 令人 有少少 惆怨的位 怎樣能夠 平衡到 那個 經濟的需求 或者 現在 你說 就業 雖然加拿大 已經是 最終 的水位 只是 授業 崗位 的 creation 方面 但是 unemployment 仍然 都算是 高 比起 pandemic 的時候 再加上 Job Tightness Matching Between Vacancy Versus Unemployment 那些 都還未去到 一個 全球的 環境 當你加息的時候 也會有 對這些 衝擊 在當中 有個 covid的因素 在當中 稍後會多說 美國 出了10月的零售數字 非常靚仔 9月的時候 已經調整了 由0.7% 上升到0.8% 通常 這件事 會影響到 到 之後的月 我們現在說 10月 都會有 影響 會調整 但是 居然 10月的時候 繼續上升1.7% 這樣 就比起 預期1.3% 為高 如果 計算 Gas 銷售 這樣 就上升3.9% 而 Vehicle and Parks 我們加拿大 是下跌的 都上升1.8% 剔除了 Auto 和Energy 的影響之後 都有1.4% 如果不剔除 1.7% 這些都是一些 非常強勁的數字 另外 與個人消費有關的 一些 計算 Online Sales Lon Store Retail 上升4% 這個就比起 加拿大的9月 5.1% 就略為瞬息 但都已經很厲害了 Department Store 上升2.2% Building Retailer Homedepal Nose 出了業績 這些都是 OK的 所以 股價都是上升 上升2.8% 另外 其他的 Vetailer Store 都是上升2.8% Food and Drink 即是餐飲業 輕微上升0.4% 唯獨 COVID 沒有我們這些 那麼強勁的 但都是 輕微下跌 0.7% Personal and Health Care 跟我們加拿大一樣 都是 輕微下跌 0.5% 0.6% 但 如果 你預示到 美國的情況 十月是 帥氣的 未來 購物季時 十一月 十二月都應該是 OK的時候 加拿大當它出十月的時候 都應該是OK的 但是 仍然都是 COVID 的情況 不如理想 或者 看到 trending 又上升 美國會不會 來第四波 加拿大會不會 來第五波 那麼 拭目以待 你看回 美國 過去那兩個星期 其實最低是 七萬宗確診一天 但是 現在 又上去 九萬三 九萬五 這個水位 而轉人數 曾經跌到 四萬五千 比起 三萬的時候 也是高 但是已經跌了 但是 現在又上去 四萬九千 接近五萬 英國方面 也是 由 三萬三千宗 升上 三萬九千 是 第五波 希望不是 如果 如果 上去四萬 甚至五萬 就是 第五波 加拿大 曾經 整個加拿大 跌到 1,500 在過去 一個星期 的時候 但是 現在又上去 2,900 安省 接近 800 當然 比起之前 4,000 你會覺得 很小 但是 都是不容忽視的 尤其是 尤其是 那些 叫做 Breakthrough Cases 即是你打了兩針 都中招的 Cases 就由20% 升到上 40% 包括 轉人數 都是 最新的 超過30% 這些 都會左右的大市 例如 過去那兩天 股市 尤其是 歐洲那邊 跌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因為 例如 奧地利 封鎖 再不要算 天然氣的供應 和俄羅斯之間 或者 德國 運用油 去其他國家 都是在 當中 是未解決的 這些都是 進一步 來影響 未來的經濟 走勢 各方面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拿湯